這個Aura的模式只有針對Notebook本體 然後它可以有三組Profile 你可以有三個設定檔依照你個人的喜歡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 那它幾個區域可以選擇 第一個是全區域就是這整個都是同一個顏色 顏色從這邊去切換 假設我今天要換成紫色 按確定 它即時就變了 它就即時就變了沒有錯 然後它也可以變成說我們不同有像W、SLED 就是我們常在玩那個FPS的時候 這四個亮不一樣 那你可以分兩區 這一區亮什麼另外一區亮什麼 然後你可以亮Q、W、E、R Q、W、R就是我們那個LOL比較常用的 四個大招 第一個絕招、第二個絕招、第三個 然後大絕招的配置 那假設我們切回來全區 全區它有幾個特效 第一個特效是靜態 就是它這樣就永遠都亮 就恆亮一種顏色 恆亮沒有錯 第二種叫呼吸 呼吸就是 我拍一下呼吸它 它還可以調快中慢 這個是屬於中 那你調快 我調快 快比較有FU 快就這樣 好 OK 吸的比較快一點 嗯 最後就是光循環 光循環就是RGB三個顏色 它一直在線性的在切換 然後它一樣可以調快中慢 這是屬於快 嗯 然後就是 中 一般都是這樣 就是一直變成這樣 然後它就不能分 區域 對 對 好 那你可以 就特效就是 可以分QWR或WSAD或全區 然後 靜態呼吸 跟光循環 嗯 然後 你可以設定三組 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嗯 這就是 西風四龍的AURA的燈效 OK 感謝